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的NORAD 現在時間是3.7分 下午3.7分 剛剛是有研究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今天比較稍微比較晚錄一點 然後我們今天的影片總共會有兩部 兩部都是12檔 兩部都是12檔 那我們就先來講一下昨天我們的CPI CPI這個公佈 公佈值是7.1 然後預測值是7.3 反正就是說我們低於預測 代表說天空棚有在降 所以說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 我們的 台指也是往上漲 但是往上漲呢 對,在這地方 往上漲還是遇到了這個壓力 遇到了前置的壓力 前面的壓力 所以說 它漲也是 還是有人在壓 你看到這根漲那麼多 但是後面還是被壓下來 代表說 它籌碼這邊有這個主力 那時候是在做空 把它給空下來 比較多人在做空 那也是順應的 美股往下跌 所以說其實又回到一個中間值 那這樣子的一個行情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因為今天剛好是禮拜三 然後我們這個選擇權結算 所以可能 這個也是算是外資 這個主力呢 這個期貨主力 它所樂見的吧 因為它本來就是要 壓在這裡面然後去做結算 我覺得蠻正常 所以現在的一個行情 然後現在3點3點9分 現在的行情 我覺得它有點下跌 我覺得都是蠻正常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有點群龍無首 我不知道說到底要上還是下了 我自己覺得 因為前面的集結了從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 然後到昨天晚上半夜 然後到今天早上的籌碼 所以說去做一個結算 反正這一定是比較偏籌碼的東西 所以 所以我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就說 這個公佈呢 可能不會到影響大的太大 主要是 真的是今天晚上半夜 半夜這個 包大人 這個 這個 包衛爾講話 那可能真的會影響 可能是更加的深 那我們待會 我們現在啦 我們不用待會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就是在 這個 晚上的時候 如果有可以看的話 就看一下吧 反正下一次已經是2月2號 很久之後了 在 因為 下個月啦 下個月的話就是有這個過年 所以說會關了 大概 一半的天數吧 一半的天數不能夠做交易 然後再來 好像 出關沒多久 出關沒多久 那時候我們是30號開始交易 然後 2月1號 2月2號 又有了 又有了 反正呢 就是 感覺會來得很快 這個12月15號 算是半夜 三點 自己去觀察看 然後呢 在16號 16號是這個 美股失誤指 所以說美股也要 他們是每三個月 然後會做一次這個 期貨的這個結算 所以說 可能會有人要換倉啊 之類的 然後 平倉啊 反正要轉到下一個倉位 轉到這個 2023年的3月嘛 2023年的3月的 所以說在 12月16號呢 就是 已經跑完一天之後 跑完一天消化結束整個 整個 升息的這個 消息之後呢 馬上又換倉了 所以說其實這禮拜 有非常非常多事情 所以 整段行情啊 如果說你單看 你不要去理那些消息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 就是在這裡呢 如果說在未來 明年 然後後年 我告訴你說 這段行情是做一個三角收斂 你就說 就是三角收斂 但是 此時此刻跟你說 現在要升息啊 CP要公佈啊 今天台股結算啊 然後 禮拜五次這個事務日啊 當下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行情真的很大 但是如果說 你再過個幾個月 然後再回來看 搞不好你也忘記這邊 發生什麼事情了 搞不好明年的 2月3月 明年2月3月應該還記得啦 明年可能 下半年 你再回來看這邊這一段 你就說 這邊是一個技術線型的 這邊的這個 三角收斂 拉上來三角收斂 那三角收斂其實 我在想啦 我先講一下 如果說今天行情真的沒有出來 還是說明天再分析 也是可以啦 不過我今天稍微講一下 我們就來畫一下 我這個忘記畫 我剛剛是畫另外一個 就假設他真的是一個三角收斂 就是說今天呢 還會再往上去砸 然後就碰到這個地方再往下砸 假設這樣行情 或者說今天是往下跌 然後後面又拉上來 然後形成一個 三角收斂 形成一個三角收斂的話 那假設他會形成的話 那我們大概算一下 因為可以算一下說 他整個拉到底 整個拉到底要76天 那我剛剛自己在那邊按 然後76天大致上是在 四分三 四分之三處 就是0.75 在57 在第57天的時候 57 大致上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然後跟他一半 剛剛多少 這個地方是1月11號 然後這個地方是70 我們抓76 76的一半是38 大致上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剛剛抓的嘛 12月 12月23到1月11號 這段時間啊 我們換個顏色好了 這段時間就是這個 三角收斂最好突破 然後突破之後 會較容易成功的時刻 當然 如果說今天就已經有上去 或是 砸下來的這樣行情 那當然就 這樣算了 所以我才說要不要明天再看 不過我們稍微看一下 然後目前還是要走一個三角收斂 就是說 如果說你在未來 完全沒有在看這些數據的話 你就覺得說他只是 今天漲啊 明天碟這樣子 就沒有特別的行情啊 不過我們在當下的話 其實受到影響還是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 這禮拜的行情 就算整個走完 走到禮拜四禮拜五 可能還未必結束嘛 可能下禮拜才開始會 整個去消化 反正呢如果真的 砸破了這個14400點 今天呢 搞不好真的有可能 因為已經結算結束了 所以說這個籌碼的東西 會被美股影響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美股怎麼漲 怎麼跌 那可能會受到最最最大的影響 就是這個14400的地方 不能夠去跌破 才能夠維持現在的行情 我自己覺得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的美元對台幣 一樣在盤整 沒有什麼特殊的一個行情 就是一樣的話 這邊是一個三角收斂 然後這種三角收斂啊 他是這邊沒有到這裡的底啊 所以說 你要說他不是三角收斂 我覺得也算是沒有到非常完整 不過就是一樣 他目前來說 他還是會被壓這個下映趨勢 就是不會有太大的升值 不會有他的貶值 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美元指數啦 美元指數呢在昨天往上 又砸下去一根 然後現在開始呢 就原本畫的我全起來 就原本畫的支撐在這裡 但是呢在昨天往下看起來 好像也有來測這邊 這一塊支撐 大概103.8左右 103.8左右 所以說目前就是一個 下 往下走的一個行情 往下走的一個行情 只是說 非常非常的弱勢 那做多的話是較容易失敗 去做空是比較容易成功的一段 那當然就是說 意思是說 現在的 算是 美股啦 應該說美元 他不會到非常強勢 就是其他的貨幣 日幣啊 歐元啊 英鎊啊 台股啊 台幣啊 不會有一個太大明顯的這個升值 目前還是走一個 比較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盤正盤 一樣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標準 普二 就是標普500 然後我們稍微看一下 昨天也是上去 然後砸到 去碰到下上去線 又被砸 又被往下砸 那這個不是起貨啦 那他不會跑 所以說 目前看的情況啊 如果說他是 以一個三角收斂來說的話 就是在走這一段 然後他走到這一段去 往上去突破的話 是一個三角收斂 比較完美的一個位置 就是大概是在四分之三處 之前去突破 都比較好 不要拉到這個末端啊 不要拉到這邊這個區塊的末端 就跟我們剛剛台股一樣 不要拉到這個末端 然後才選擇 大部分只要 拉到最末端這個地方 就較容易去跌破了 不過其實 今天搞不好就已經有方向了 所以就大致上提一下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美股 然後我這邊多打一句 我說看美股空 比較偏空 就說 然後看美股漲 就不說 因為這個感想是最近在看 應該說之前就在看一個 分期加密貨幣的人 那他是比較容易去 幾乎啦 他做的單都是看空 他幾乎沒什麼在做多 那我也覺得加密貨幣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趨勢 所以說 今天其實有去觀察到 然後我自己就是 不太看他影片了 因為 我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就發這個 比特幣嘛 我是看多的 那當然其他貨幣可能 有些落塞之類的 那比特幣是看多 那雖然有點算是 有可能是蒙中的 剛好是往上漲 不過 看這個人的這個 影片呢 他都說是空 然後如果美股當 那時候在這一段吧 下來的時候他就說 這個比特幣很空喔 然後美股展的時候他不會說 現在美股很漲 然後比特幣長去 所以我這邊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 會一個誤區就是說 除非你能夠進行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配置 不然的話 大部分喔 新手啦 包括我自己 有遇過齁 就是你看待這 你看他現在此時此刻的行情呢 你非常 你只想做空的話 你不管 因為我們是畫線的吧 那我是沒有講其他的啦 什麼消息面 那從網面什麼之類的喔 那我是說我們畫線的人呢 可能就會有一個 嗯 就是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假設我看待這一檔 個股市或是大盤是看空的話 你畫出來線呢 就會是偏空的 你做出的一些 反應呢 就會是偏空的 所以說 特別 稍微提一下啦 因為現在我是不知道 有沒有人在開始做空 那我覺得也是沒什麼差 因為其實講真的 我這禮拜也不知道行情到底怎樣 好我們就回來講這個那子吧 昨天也是插一根針上去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15分K啦 那是上去之後開盤在這裡 有稍微插一根針 不過其實沒有太大的說 欸這一根 這一根插這一根針呢 就是他的一個支撐壓力的互換 其實他目前看不到 對所以說目前的行情 我覺得就是 一樣齁 沒有任何的感覺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要多還是空 我們只知道說 以看成交量來說的話 是有成交量上去 但是又有人把他打下來 又有人在地方 這個地方去高空下來 因為其實 兩天啊 兩個都是蠻重要的這個 數據嘛 CPI跟這個升息 所以兩個加在一起呢 可能就會 欸蹦出新職位 可能就是在等待最後一波啦 那當然還有啦 禮拜五就是這個 期貨的這個嘛 這個伺服日嘛 所以說這一天呢 也是換倉的時候 所以我不曉得那個行情怎麼走 真的不曉得 真的不曉得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台股吧 那台股目前的這個行情 今天比較強勢的 其實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就好 就看一下強勢股嘛 然後拉一下這個 這個盤板 然後稍微看一下 就是這個什麼 呃立台嗎 滑琴啊 漢遜啊 還有這個 這是在昨天前天在漲的嘛 反正就是一些 呃就是 呃顯卡嘛 然後還有昨天的這個 算是中國什麼 缺藥的一個話題 對然後什麼 印太也是那個嘛 那 齁吉他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看前面的 排行前面的 前10前20 大致上就是今天的主流 那這主流呢 你知道有什麼用嗎 我覺得你在盤後知道 可能沒有什麼用 你在盤中看到 可能比較有用 因為 如果說你是做一個趨勢交易的話 你在盤中看到 當然就去追嘛 那如果說你是在盤後才看到的話 搞不好是一天行情而已 今天漲 明天點 這有可能 所以 知道今天漲什麼其實 沒有太大用處 除非說你在後續 能夠再去進行一些 比較大的分析 好我們今天看一下 我們的 副盤吧 然後 以這個大盤啊 來說的話呢 就是成交量是1800 其實跟昨天差不多 那今天的漲幅呢 我覺得 就我講喔 禮拜三結算 我覺得它是會結算到 它想要的一個位子 然後也帶動了我們的櫃 今天是往上漲 不然其實 加錢指數去上漲 對於一些中小型個股 對於很多股票來說其實 不太需要 不太會動啊 不太會動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區域 我們看一下這個 剛剛60分給我看能不能畫 來看一下吧 如果說以我們剛剛那條線畫的話 它現在呢 就是以這根為基礎 這根是底 是支撐 然後跌破了 然後這邊是這根是壓 然後這根呢 也是壓 這根也是壓 這樣情況來看的話 它就是創了一個高點之後 這樣盤整 盤整 然後呢 在昨天嘛 我說 欸 走出186 這根嘛 之後今天晚上 今天不是今天晚上 現在啦 這是今天的這一個收盤式突破 那是不是明天呢 能夠一樣開屏去走高呢 或是說直接開高 開高也很往下啦 搞不好開屏走高 這個機會可能是較大了 就以貴買來說啦 以貴買的一個 往上的一個情緒來說 對 那我們看一下 旗指吧 那這些線呢 大致上 我覺得要加進去一條啦 我就 這個位子吧 這個位子我就不看了 就是這樣子吧 目前的感受上就是 如果說 明天的行情 能夠去延續在 14700之上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 還不錯的位子 如果說能夠延續上去的話 然後 對 還有一個位子 就是14728 14728 這個要切另外一邊來給大家看 我切另外一邊給大家看 反正就是這個range 這個range 那現在是有點 開屏往下嘛 因為現在納指往下砸 好啦 這是之前的這個 撐壓 但是這個點呢 我應該先不看 我現在看就是看這個位子 這個吧 這個空間 如果說 我看一下今天的收盤是收在 這個14710 有點模擬良可 收在14710 那我自己個人會覺得說 嗯 行情來說最好是 不要開在這個區域 比較好判斷 如果說能夠 比如說開高 147150 那可能踩住有機會往上 那我開低 14675 然後去碰 就會往下 目前 明天的感覺是這樣 那其他的就 先這樣 因為其他看不太懂 那你說這個 在前面前高 這個地方會有壓 應該有啦 不過碰了三次了嘛 碰了三次了 所以會不會很容易過去 我也不曉得 我如果說 他可以這樣子啦 他可以這樣突破這一層 其實應該也是不錯 不過以我自己的 看法 以我自己用 的這個東西的看法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說 嗯...我會比較期待 是他砸到這個 大概14710這地方 再去做單 我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我們講有點準 那我們就 直接來說吧 我們直接來看這個 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就從這個同性天 講到這個北極性藥頁 誒 這個同性電怎麼是... 怎麼亂了 他做了什麼事 他怎麼怎麼怎麼 全部都... 他是有減值啊 好像是喔 不可以 我承認 對 他做了什麼 那一段時間 如果我三次也會 他這次 к父母 也會做到 很快 對 我大概會先抓這個地方吧 因為他好像是有減肢 看一下 好像沒什麼動 我大致上應該會先看這個大概218左右 主要是從左側去抓 那因為他左側這邊是做一個算是上些形態啦 然後他這個形態的話就是 比較難看得懂他的支撐壓力帶 不過大致上抓他的 算是以肉眼 我現在看的話是比較有一些撐壓結構的一個位置 大概是在218 218、219 反正是220啦 抓220好了 220這個地方 220這個地方 所以說這個地方 如果說能夠去突破再回來的話 當然他之前在12月12號 是禮拜一的時候是開屏 然後直接砸下來 然後昨天再砸一根 然後今天才要往上 所以現在這個行情 我覺得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再試試看 我應該會再持續觀察幾天 因為這種行情是比較少去預見的 比較少去預見 就是 他這個應該是有減 我其實增值還減值啦 反正他11月30號 停止 然後過了這樣子 然後之後砸兩根之後上來 這個 還有沒有合乎一些技術 技術分析在裡面 我是覺得 可能有啦 當然就是看他有沒有機會站上220 再看看 再看看 那其他的話 現在是沒辦法分析到什麼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字星 好看一下 呃... 他是越過了這個下站曲子線 然後比較偏中期 然後 然後 兩個點嘛 然後第三個點是有經過測試的 我經過測試的 就是在... 這是在哪一天啊 這是在那個... 好像是CPI公布的一個一天吧 然後開高走低 就是越來越線 故意開高 然後去出貨 那現在他是 突破了這個下站曲子線 又回測 然後 目前的感受 我還是覺得去突破170吧 因為呢 因為你在這地方已經沒有買到了嘛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試單啦 但是 我講試單呢 可能大家也不會覺得說是死單 就是直接閉著眼睛買進去 大部分會這樣 所以說 如果從你沒有一個策略的話 你還是做 平行線的這個支撐壓力的互換就好了 我大概就是 越過這個地方 這應該是蠻久之前畫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畫的喔 那... 12月1號啦 蠻久之前 所以... 應該講法應該就是一樣 對 好我們看字幫 字幫的話呢 之前有講 這根上升趨勢線 長這根上升趨勢線 然後 他是從這邊上來的 從這邊上來 那... 後來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我之前自己的看法是 他如果在這個 250之上呢 喔 假設原來在250之上 那他會撐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他在250之下 已經跌破了 那250這個 到240這個區域 10塊錢區域就會變成壓力 那你看這個地方 突破250了嘛 所以說他能夠這樣子踩上去 那這個沒有突破250 他踩著就下來 那這個踩著 250 這持續漲 所以說 他這個地方呢 欸 跌破了嘛 這地方跌破了 所以這地方 應該 李頓山那時候反壓啦 不過他沒有 他直接上去 因為這一段其實 這一段是11月的一個 非常好的行情 他剛好是在 10月底那時候開始起噴嘛 所以說 他這邊就是一個 比較難判斷啦 然後後來 在這個區域呢 呃 他是被壓下來 然後 有收集跟下引線 就往上漲 但是以他整段的 情況來看的話 我自己啦 我自己先預設呢 呃 抓到兩個 兩個點 畫出一個下山區域線 我自己先預測說 他到這裡可能會有壓力 那當然如果說 你現在才要做進場 可能就慢了 那如果說你是之前就想做進場 你可能你的空間要拉的大一點 我可能這邊 到這個下山區域線 會只有10% 那你覺得這10%不錯 那你去做嘛 但我覺得10%沒有到 非常的迷人 然後加上這個線呢 我不是很喜歡 所以用我方法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跳過這一檔 我不會去 我就不會去操作他這一波上 我寧願 在這地方去 砍掉 我也不會 也在這一個 我認為 因為這個地方的這個撐壓啦 我不是抓的非常精準啦 就在240到250 我這邊做一個 呃 支撐或是壓力的區域 差了10塊錢 也差了5% 還蠻大的 對 所以現在我先預設說 他可能會往下跌 那 當然他會不會 欸 突破 突破之後會到這一層 也有可能 所以說 目前的感受就是像我剛講 他在上面呢 你就先盡量這樣看吧 不會說 欸 無腦子直接做空啦 但是 做多的話 我自己個人 抓不到精髓 所以我沒有到 非常喜歡這一檔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他最遠的下山區 是應該連到哪裡去 這樣 我覺得這一檔滿合理的啊 不然這邊刪掉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這檔滿合理 因為一個點 然後 兩個 三個 第三個點 最後第三個點 這一根來碰 這個9月20號 所以說現在的行情 或許會這樣子去走 看大維度的話 那當然你要去把一些小維度 都看進去的話 他就是可能 打到剛才講的那個位置 不過現在看大維度吧 但是 整個行情拉遠給大家看啦 他就是 呃 底不斷的在 他的頭不斷的在往下跌嘛 因為他這邊 高嘛 然後上來之後 又來這裡 然後之後平行線 打下去 然後這個地方也沒有到這裡 而是往下走 所以他整段的行情 是比較偏空去看待 就像今天反彈呢 也不曉得他反得到 幾天 也不曉得他會不會 欸 確立的就長上去 對 這個很難說 好我們來看他要燈 怎麼那麼小 好 那要燈之前是說 他這邊在走一個 上 上漂起啦 下跌後的上漂起 那我們看他走到什麼時候 還在走 然後 之前 有個大突破 我們用這個線來對就好了 我們用這個有磁鐵的線來畫會比較準確一點 喔 大致上這樣子拉 然後 可以發現 就是 呃 這樣的行情拉 講真的他就是會 順著 順著這一個 通道去走 那 如果哪一天 他不順著通道去走 那當然就是他一個突破的點嘛 他一個突破的點 如果說不順的 欸通道走 他突破的點 但是他目前看起來 他在昨天這根有砸 有拉 這個史無前例的 有沒有史無前例 在這幾個月來 這今年拉 在今年以來的最大量的 這個疊 那大家覺得還要去接嗎 我是覺得 就不要去抵達啦 搞不好 這邊跌破了 能夠去空一波 講真的拉 搞不好 你這個上升趨勢線的地方 跌破了 我覺得你在當天去空 搞不好有一波 然後他的頸線 我這邊刷大概143左右 那你可以讓他建議有測 但我不覺得他這個位置 能夠去 去 真正的撐住 然後最後去突破 應該不是說不覺得 應該說在短期之內 不覺得 那長期 不確定 長期意思 也是說他能夠守在這裡拉 我沒有看到很短 沒有看到跟你講什麼 一年兩年三年 什麼什麼 十年後 那種太遠了 所以我們一般人 根本不會記得那樣的事情 搞不好 大家再過個幾年 就沒有股票市場可以投資 也說不定 當然是不太可能 但我覺得他在近期之內 我就不用理他 反正你應該要準備一些籌碼 看要不要去做空 我覺得他比較便空一點 對啊 好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日友 這是 兩千多張 回收焚化 昨天四千多 這個 感覺也是 但是真的要玩的話 感覺也是打短 這邊有個撐壓的呼喚 應該是這樣話 下來上去 這樣子 所以他一個蠻重要的位置 是144.5 但我對他應該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價格高 看起來應該也沒什麼未來吧 還是其實有 產業的東西我不懂了 那我們大戰話一下吧 先畫這樣子吧 當然如果說要正確一點 應該畫這裡啦 所以我不曉得到底是哪邊 但是 他今天這個點應該是來卡 卡這裡吧 這邊有一個 小小的 但我不確定 不過基本上都差不多 有可能再長到什麼173 174 還是容易被打下來 就是他如果說能夠順利去突破 再高一點的話 是比較有機會 不過我應該 沒興趣吧 大家自己看一下 這是前面 在 2018年這麼高 那 2020年就會突然有什麼 重大利多嗎 我是不曉得啦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 對自己去觀察看看吧 如果說 明天再打 然後 後天再打 那可能下禮拜去突破 如果說他自己 在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用K棒呢 把這個地方變成了 一塊壓力的話 那當然突破這個壓力 那你突破先上去就先 你 你就是技術型態的突破 就給你試試看 對 那如果說 他 明天直接突破一根上去 那再回來的話 那就要再小心一點 如果說多測試幾次 最終把他突破的話 可能會比較 有這個 嗯 撐壓去互換的感覺啦 因為有時候你在短期之內 在近期之內 你是看不到他的這個壓力和支撐 那必須他自己去 弄出來 好看一下 這個一拳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什麼 會員在裡面畫一張圖 畫說這個地方是一個杯柄形態 對 那目前呢 好假設我真的畫好了 那我回答他的話是 那杯柄形態你 你能夠去做進場 假設啦 假設這 因為我原本抓的位置是這個 大概24.5這個地方是支撐 然後這根突破的時候 我這根突破的時候 我還覺得說他應該會直接上去 我直接回測 然後能夠踩住之後上去 結果在上禮拜二 喔禮拜三 我今天是 三 然後二一 然後這是禮拜五 我上禮拜三的時候 要砸破 砸破之後又回的很深 然後回到了這個點 所以說 現在這個24.5呢 是 眼睛是看到了沒錯 啊但實際上他感覺好像沒有在理他 我真的沒在理他 所以 呃 這一檔我目前應該會 嗯 pass吧 因為有點看不太懂 那他 也是 應該說 嗯 如果說你剛學技術 剛學這個撐壓 然後來畫這一檔 萬一會受到滿滿的挫折 因為你可能真的看不懂 那我目前是呈現一個 看不太懂的一個位置 那如果說真的是一個 所謂的杯柄形態的話 那代表說 明天這個地方 因為今天檔定版 那明天當然會開高 如果說 能夠順利過這個點的話 我覺得可以 去嘗試看看 如果說是能夠順利 但是 我比較喜歡的行情是 好 你已經告訴我說 或是說他真的不是 但我也不確定 因為他這個地方還是有回抽 還是有回側 去壓 回側去壓 大家懂得什麼 這邊還有兩根 還是有兩根嘛 禮拜三疊破之後 禮拜四禮拜五 都紛紛有去回側 這個24點多 差不多這個位置 也沒有差太多這樣 然後去碰 之後往下跌 所以說 這邊呢究竟是一個 呃 死胡同 我們的這個 支撐抓錯 還是說 他是一個 嗯 能夠算是 呃 能夠確信的 能夠確信 這樣子又有一波的行情 我現在沒辦法跟你保證 因為這需要透過這個K棒他去走 然後才能夠知道 而且今天剛好掌停板 而不是說 今天剛好打到掌停板 之後又往下跌 那我就可能比較確立跟你說 這個地方呢 曾經可能是剛好 行情差 那 剛好跌破 然後後面有去測 測了一次兩次 然後今天呢 咦 有量 然後來去測 最後沒有 沒有測成功 那就可以等待他明天突破 欸 搞不好能做一波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是嘛 今天剛好台股有這個 掌停板的機制 他掌停板就那麼剛好 砸到這個 剛好收盤收在這個24.4 所以 我這邊的圖 我沒辦法跟大家很 標準的確認啊 很標準確認 我要看一下後面的K棒怎麼走 能不能夠突破啊 還是說 呃 突破了這個地方 能不能做多這件事情 我現在是保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但 你覺得說 欸我剛剛講這兩根 然後 我講了這一根 喔這個禮拜三剛好 砸盤 然後 禮拜四禮拜五 欸 剛好有去做測試 那你就可以大可 你就可以直接去忽略我剛剛前面講的 那如果說我們蒙上一層這個懷疑的話 那 可能就不會去下單 我們不會覺得說這24.4 欸又回來了 我來個破 身材的破底翻洗盤 我來個身材破底翻 洗盤又上去這樣子 我會這樣覺得 所以目前這個行情 我是 處在一個不曉得的一個行情 那如果說就算它真的是一個卑柄形態的話 那它也必須越過它的高點啦 那這地方才能夠去做多 所以你現在你也沒辦法動作 對所以 這個是需要在 透過後面的行情去走出來之後 我才能夠去判斷的 我覺得講了有點久 好我們看一下祥敏 祥敏我忘記 我之前好像我自己是有抓啦 我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抓 我沒有 我沒有抓 我是自己在畫 然後後來的話覺得說 欸這個 感覺上還是不要去操作好了 那在8月29號的時候 有副盤獎 不過這個線應該不是8月29號畫的 好那看一下 那它一個深度回踩 那我們可知道說 小線 沒屁用了嘛 我們知道說 它來看的線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這是我不知道自己 多久之前畫的 然後它踩到這個點之後 欸彎上去了 對所以說 這個就是能夠去確認 有一些人會是 這個點呢 他碰觸到了 他不去接 他等待破底翻嘛 等待破底翻 那或是說他等待呢 欸有一根 吞沒 把他給前面這根給吃掉了 之後呢 再掉下來 或是說他直接進一單 打第二筆 一筆單 兩筆單 然後這樣去接 看自己個人 因為一個是買得到 一個是可能是 呃買不到 他說往上走 那當然都有利有弊啦 但我如果覺得說 你是有資金的人 我覺得都只請兩筆單 是最輕鬆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這邊有 打進去 假設好了你買一張 那這邊買兩張 而且它攤平嘛 那如果是那邊買兩張 欸買四張 欸攤平更多啊 對啊 如果說你是有資金的人 我都蠻覺得說 你就直接用 這樣一個攤平的方法 把你的價格給平滑化 然後拉下來 拉到這個 支撐附近 那第一吶 你不怕他往上噴 那第二你可能 欸反正你本來就買到附近嘛 所以說你就是這樣去想 而且你本來就這邊 就有一個保底的一個 這邊保底的比如說兩張 那可能 炸到 你的確立的進場點 你要很確立說 我要炸到這個 比如說我現在看是87.8 欸那我就抓到說 欸87.8 我才要做進場 其他他炸下來到 88 88.1 88.2 我都不要理他 這樣也可以嘛 這樣你會變得更輕鬆 欸下來有防守 那上去你有進攻的一些單 那目前看起來是 有機會啦 然後他K棒的話 一定是在抓前高 這個位置 肯定會有壓力啦 這個區塊一定有壓力 所以目前看法是 手87.8 然後去 往上去做啦 這樣子 然後他的圖形是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有在創去走 創高去走 而且他在前高 也是在2018年 蠻久之前的 對啊 基本上應該要消化 都消化結束了啦 我覺得啦 我覺得一般套牢在上面 應該很少會 有辦法在那邊等 好看一下 聖達 今天也是掌勵板 然後突破 所以說 也是像我之前在等待的 我原本以為呢 他會做一個三角收斂 然後混一混之後才上去 不過今天就一個 很漂亮的突破 所以基本上呢 有在彎下來 或是說你在 你看嘛 這地方打一筆單 這邊打兩筆單 這個是我會比較想做 跟剛剛祥敏其實有點像 但是祥敏跟聖達 如果是你選哪一檔 給你三秒鐘做決定 3 2 1 如果是我選聖達 為什麼 因為 看起來沒壓力嘛 對不對 今天掌勵板了 對不對 那我當然 我要選的話 就選聖達 剛祥敏前面還有壓力 而且價格比較高 但價格高跟價格低 是沒有關係的 至於說 我那邊買一張 但是我這邊有三張 我的這個 靈活性比較大 我可以3%我就賣 我可以5% 我賺5%我就賣 那當然這個是 比較不好的行為 當然能夠沿路去賣 是更好 那能夠放更遠 是最好的 那反正就是 這一檔 目前就是 會來36吧 36這邊是直升了 對 狂拍銀幫 這一檔真的是 狂噴啦 狂噴 然後今天剛好遇到了 就我之前有抓一個 大概108的這個壓力 然後 他現在呢 是又突出去到這裡 其實講真的我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這一檔 這一檔 你之前抓108是因為這邊有一個 這個 這個支撐嘛 打到支撐 回來 疊破 反抽 下來 上去 回撤 支撐 所以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都是卡在大概108 然後這個點也是卡住 這個點 拉上來呢 也是卡住下來 所以說 那時候是抓108 但是108這個價格到底準還是不準 我是不曉得 那如果說以我們現在此時此刻的一個情況是 去拉這個滿足點的話 其實 講真的了喔 這是學的 這是學的 就是 兩波滿足點 今天到了 那 大部分 都會 都會說 吃到兩波就不錯了 那時候從這個地方嘛 開始突破這個點去做進場 那一波啦 然後兩波 很快就到了嘛 很快就到了 那整個 漲的幅度是多少 那時候是抓會員個股 漲的幅度是50% 50%因為這邊狂拉 所以兩波滿足已經到了 如果看這個卑柄形態的話 那兩波滿足是到 但 其實我不知道後續會不會上漲 然後 我也不太知道他壓力到底會在哪邊 因為 前面的線 講真的在2014-2015這邊 有一些亂啦 有一些亂 看不是很懂 對 那他 他下一層 有一個位置 大概是上次抓這裡啦 下一層125吧 然後中間這裡我應該不看 108-125這邊 那目前108是沒有看到 一個比較實質的壓力 只有收一根下影線 而且也不是在108就收下來 所以他有點看不太懂 這個算近期找這個會員個股 裡面噴得最熊的一檔 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加基 OK 那我們看一下喔 那加基目前他的圖呢 就是 這是昨天畫啦 那大致上抓的位置就是這樣啦 然後就是14-146.5 146這個位置去突破 那是有機會 然後建議還有帶量 所以說基本上今天在尾盤的時候 或許 講真的啦 我不確定到底會不會失敗 但是 應該算成功機率算也蠻大的啦 為什麼 因為他的量呢 第一啦 我自己覺得了 感受上 我第一他的量 是比前面都還高 他沒有什麼理由說 明天馬上 往下去跌破 比較沒有理由 那 第二的話就是 他突破嘛 所以這是我自己一個 個人的一個想法 對那他的這個高點 應該基本上抓這個位置 應該沒什麼問題 162左右 因為我自己曾經也有 空 我大概162左右 然後他拉上來的趴數大概是 10趴 10趴 那我不曉得他怎麼走 那我們畫一下他的線 看是不是有一些 蛛絲馬跡 看他會不會是拉什麼 上飄期 然後最終要點什麼之類的 就看一下吧 目前拉的話是這樣拉啦 但也沒有到非常標準 因為也只有碰到這邊這個點 這個點就碰到 這個根本沒碰到 這邊也沒碰到 這邊拉的這個形狀也不是在走這個 所以 延續看下去吧 如果說 如果說是我的話 可能是 呃 會蠻有興趣 在從這個地方做到這裡來 主要是他的量的部分 他量的部分呢 是 能夠去過 我這邊的高點 都過這邊高點 到 今年6月24號 這個中間這一段都是比他還高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突破 是蠻有 帶有這個強勁的意味啦 那究竟能不能夠過這162 我是不知道 那這個上升通道不要看 先貼著吧 不曉得會不會有用 但 呃 主要目前的感受上 我會比較想去做平行線的部分 他突破這個量真的 還算不錯啦 好像不錯 因為他本來的量就不大 他本來量不大 所以你要買也不要買 不要買太多啦 雖然說講說量很大 看下面也很大 但其實 量不多啦 好看一下這個 這個 尾權電 尾權電這一檔呢就是 他在這一層的時候 去講 然後拉上去這一段 到這裡應該就賣掉 然後會說這一個賣掉 當然 有沒有辦法那麼順利賣高點 我就覺得 你只能說你是幸運啦 不能說你是厲害 但如果說你看一些 一些 呃 什麼什麼基礎指標 然後剛好去 蒙中 那可能就是 呃 也不能說 不要說蒙中啦 剛好去 呃 賣掉 或是說你是看那個基礎指標去出場 那我覺得應該是 是真的是你的實力啦 那目前他就是又回到這個區 那我建議嘛 我自己覺得啦 就一樣看個人 因為 行情現在呢 就沒有到那麼 像之前那麼好 所以 這邊自己去 施找剛剛吧 因為我們這一層呢 也疊破下來了嘛 我之前這邊拉的時候 我都覺得 嗯 都蠻有機會的 我現在拉上去一根 之後砸下來 那會不會這邊碰到這裡 就下來 這有可能 這有可能 所以 資格小心啦 現在 碰這種自己小心啦 對啊 6550 這一檔齁 應該可以當教材喔 就是一個算是 蠻完美在走一個 一個 下跌後的一個 上飄期 然後最後下跌 但我覺得他上飄期也沒有走到一個非常完整 他只是可能只是 普通的 這樣子在走而已 普通 普通的這樣在走而已 他沒有上 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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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你說他真的要很空很空去跌 然後 很空很空去看空去做空嗎 我覺得 是不用啦 不過他當初跌破這裡 這邊也是 也是很常見到的一個格局 看到他平行線的位置是在100 大概104105的位置 然後當初這個地方跌破嘛 然後很多人可能在這邊去空 但是 他又拉到這個區域 拉到了這個上升曲線的地方 然後再跌 所以 這地方圈起來了 所以說他現在呢 你說要 恩 我覺得做多就不用了啦 我覺得做多就不用了 因為 我覺得他現在呢 應該是走一個蠻弱勢的一個格局 你看這邊可以畫一個 喔 這邊你看 可以畫一個下降曲線 他剛好是主力在看這條下降曲線 所以 未來的行情應該是會往下跌 看起來是這樣 那 自己參加看看吧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然後待會再錄製第二部復反影片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